曾是成龙周润发最夯女主角,突然间蒸发24年。暴力嫁妇伤,生儿一女,后来再暴分手,55岁朱鲍易。动灵有数。 这位早期被封为神仙姐姐的朱鲍易,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已经很遥远,很陌生了,的确,因为她早在1994年就已经退出影坛了。 但是她演过的两个角色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一个是《英雄奔色》中张国荣饰演的宋子杰的女朋友。 《英雄奔色》去年年底还在中国重新上映,更是让人回忆起了这个女演员。 另一个重要角色,是关锦鹏导演,梅艳芳和张国荣主演的《胭脂扣》中,她和万子良饰演一对现代的情侣,虽然只是配角的,但是这一对情侣的关系作为如花和十二少那段人鬼恋的对比线索,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 朱宝奥在片中的地表现也很出色。 朱宝奕其实出生在台湾,曾在美国生活多年,回到台湾后当了一名模特,结果被家和公司相中,邀请她到香港拍电影。 当时作为家和丽胖的新人,跟她搭档的可都是大牌明星,比如周润发,除了在《英雄奔色》中又合作之外,她的奇缘也跟周润发搭档。 家和公司的另外一位大将洪金宝也很西中她,在一年之内她导演的两部电影中都有朱宝奕作女一号,即富贵列车和龙的新,而龙的新还是她跟成龙一起出演。 也由此,她因长相出众而有了神仙姐姐的称号。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,她的演艺史也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。 开始接演一些制作粗糙的恐怖片,还有一些有大尺度表演的三级片,比如跟汤正夜合演的《心跳时刻》,以及1992年的《聊斋之遇言三娘子》等。 1994年在她演艺史也处于低迷期时候,她选择适时的隐退,而她隐退的主要原因是嫁给了一个上海的富豪杨耀东,从此她便隐居在上海。 她们的家业也很大,在香港,内地和美国都有房产,婚后她们又一儿一女,可惜后来分手了。 她最近一次公开两项是在2016年吴奇隆和刘诗诗的婚礼上,因为当年她还曾经跟吴奇隆合作过小侠龙旋风,这份二十多年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。 退出娱乐圈这么多年从没有想要付出,她说,我只能说我是个非常低调的人。 中间那位就是如今的朱鲍翼。 但出娱乐圈多年的朱鲍翼,又,虽然年过半百,但仍保养甚佳。微博图片。 陈志鹏,后,与九雷的女星朱鲍翼今年在台湾过银时小聚。 朱鲍翼曾和歌手黄大卫及富商郭台铭等传过绯闻,也有指她低调嫁给上海富商,不过都没获证实。 直至2005年时,她到香港担任好友婚礼伴娘,其中受邀来宾,向华强的老婆陈兰被台湾媒体逼问朱鲍翼私生女一事,向太太报出朱鲍翼的女儿当时已经8岁。 4年前,限定居上海的朱鲍翼曾陪当时17岁女儿返台湾学拍照,她吸引后最新花异,增援赴德国学习陶瓷插花,也在上海开设花异陶瓷教室。 2016年时,朱鲍翼曾在克里岛Aner Resort & Spotlight用餐区,接受苹果装访。 她目前定居上海,台湾已没有佳人,但出演一圈也24年,最为人知就是在电影《英雄本色》里扮张国荣女友。 她透露女儿当时19岁,那时刚到美国上大学,至于跟女儿的爸的感情状态,她说,我们没有在一起很久了,女儿出生没多久就当单亲妈妈到现在。 但双方仍有联系,分手后还能好好相处,是给女儿最好的示范。 虽久未返台,锦宇陈志鹏、托宗华、赵永华等少数密友联络,反而跟朱宝、朱延平,他们常常碰面。 对于消失了24年以自然的心态面对,朱宝一说,我只能说我真的是个非常低调,低调,再低调的人,消失也好。 大曲说曾经问人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?对方眼神空洞的回应不知道。 是否有新戏邀约?她笑说,都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了。 然后俏皮的对镜头双手比鸭说,你觉得会有人要找我吗?哈哈。